一臉萌样的小婴儿 圆滚滚的眼睛转呀转 但是医护人员一挣扎下去 小婴儿瞬间爆哭 原来是爸爸妈妈带来接种疫苗 希望让小baby产生抗体 才能抵抗病菌的威胁 现在这十年来 也的确进步非常的多 就是说增绩的数目也减少了 那效果更好 副作用更少 然后政府几乎都有补助 根据台北市卫生局调查 截至今年五月为止 台北市三岁以下 常规疫苗是零接种 完成率为77.71% 显示大约还有两到三成的婴幼儿 还没有完成疫苗接种 一是呼吁 家长一定要按时带孩子接种疫苗 才能预防传染病 按时的话 因为像很多病例 现在其实都还是经常有的 所以按时的好处就是说 比较不会措手不及 譬如孩子第一季的 麻疹德国麻疹腮腺腺炎 是在一岁的时候接种 所以如果你没有按时的接种 你一直拖到一岁六个月 可能他在这中间 他有可能会得到 麻疹德国麻疹腮腺腺炎 或者是水痘的机会 所以主食的接种是最安全的 医师表示 新生儿从出生到满三岁以前 至少需要施打14剂常规疫苗 而满六个月到国小入学前 每年十月份也需要施打公废流感疫苗 呼吁家长都能够按时让孩子接种疫苗 减少病毒感染几率 确保健康 台湾到台北出位新闻草的花 台湾报道 好厉害